Gene 而Gene在林鄭之前 就承認了Big Boss的身份 就將他的資金設備和人才交給他 在鏡頭的另一處 又去到Ossalot的地方 Ossalot殺死了CIA的長官 就說了一些Legacy 將他們交給一直失聯的Zero 去成立Cyber Cyber招攬了Big Boss 而Big Boss就在裡面 創立了特殊部隊 Fox Town小隊 但在這個時候 Zero和Big Boss 兩間的理念就開始不同 兩人對The Boss的魂面 都有越來越多的理解 迫Big Boss回想起親人 寫在他自己手的時候 就令他不斷在想 作為一個軍人的意義 到底是什麼呢? 以被美國當為棄資的The Boss為鑑 因為戰士 就應該有他自己的專業和意志 不可以擔心受到國家擺佈 反而Zero就主張了世界同一 中心國家之間的鬥爭和斷戰 帶來永恆的安定 順帶一提 Cyber自己本身的實質部隊 就叫做XOM 那我就叫他做MT Boss 因為我比較多 那Big Boss呢 就是一個可以單人 貧化工 或者一個軍隊的存在 Zero一直很忌諱他的力量 那Zero都認為 Cyber是一個 好像Big Boss那樣的轉型英雄 作為精神護照的標物 所以就展開了一個計劃 用Big Boss的血 他生產超級士兵的計劃 還以Ever為代武 最後呢 就得到三個小朋友 分別就是Solid Liquid 和Solidus 而Solidus 就是100%的Big Boss 複製人 但是Big Boss呢 就是因為這件事 就生氣了 而離開西班 輾轉呢 就和在哥倫比亞 絕對相約的Mila 早就建了武國大軍隊 幾年之後呢 就去到Kiss Walker的劇情 一個叫做Pars 和Galbertian 就找到Big Boss 他們就利用 The Boss的錄音 去誘導Big Boss 希望幫他們解釋 他們交響的一些 軍事正面問題 但之後就揭露了 其實事前的始活 就是一個CIA 想利用一個新的Metal Gear 那個搭載了 The Boss AI的 Peace Walker 去引發世界的核戰 那麼Big Boss呢 就和他剪開了戰鬥 最後呢 就因為The Boss的典零 迫使到Peace Walker 跳海自盡了 那麼事前 Big Boss都帶走了 研發Peace Walker的Huri 和Strange Love 兩個呢 就幫Big Boss 去開發了 Metal Gear Seek 而Pars 其實也是Cyber的間諜 奉命呢 要Boss能取Cyber 他就獲勝了 Cyber 和Big Boss對接 但是呢 因為始終就是北敵 Big Boss就跳海自盡了 誰知道原來 Villa呢 就知道了事情的內容區別 但是經此一役呢 Villa也靠買馬傭兵 就發了打 再次有機會 跟The Boss交流的Big Boss 就明白到 突然有發戰斤 去捕獄戰爭軍 所以令到軍人命運 成為世界的平靈核心 至於是呢 就可以有它的堅強力智 以受國家的擺佈 向一些無法自我救在國家 雙方回首 就像冷戰地實施恐怖平衡的 雙方抑制之下 去創造一個和平的世界 但Big Boss 大家都知道 這是一個極度 黑暗和北方的危險之路 將會引領它們 所以你開會的 你開會的